各位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鄭詠遜 聖誕元旦即將來臨 農曆新年亦很快就到 相信大家都想寬度一個愉快的節日 但阿信見到最近的香港經濟數據 就一點都不開心 還很擔心 因為香港經濟正步入寒冬 香港9月至11月的失業率已達到3.2% 近期多了13000人失業 而重災區的餐飲服務業失業率更加去到6.2% 是創了8年來的新高 有很多基層的打工仔最近都失業 亦都生活在一個水深火熱當中 大家亦都要特別留意 這些數字其實都是制後的 未能夠反映我們香港現在最新的情況 預計未來可能會更加差 所以就像一個這麼嚴重的問題 我剛剛就在立法會口頭質詢了政府 亦都建議政府可以仿校03年SARS之後 主動創造3萬個短期就業職位 但可惜政府是沒有積極回應 我覺得是非常之失望的 政府經常說已經推出了四輪的利民紓困措施 但其實這些措施很多現在都未落實 以及亦都是滯後 市民的失業潮 店舖的倒閉潮 其實已經是發生的事 而且亦都有機會是惡化 但政府的措施仍然是沒有針對性 小商戶和打工仔其實真的很焦急 特區政府真的要有破格的思維 措施一定要對症下躍 我們認為政府除了可以主動創造多一些 短期就業職位之外 亦都可以推出更加有效 即時的刺激消費 振興經濟的一些措施 讓市民真的可以重拾一個笑容 度過一個愉快的聖誕和農曆新年 另外新年很快就到了 政府在2月底亦都會推出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我們是十分之重視的 希望可以向政府反映大家的意見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意見 都可以告訴我們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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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